实际记录的女性极少 而西字如今的司马迁 却用了69个字和略带惊叹的语气 浓墨仲采描述一位传奇女子巴青 这是一个叱咤秦朝商界的女富豪 巴青丈夫家族从事丹沙业 当时很多豪门贵族都用丹沙来炼制丹药 以求助言有数,长生不老 可巴青嫁入豪门没几年 丈夫便因病去世 掌握着丈夫家族独特开采冶炼技术的巴青 勇敢挑起大梁 很快便做大做强,富甲一方 为了能守住巨额财富 聪明的巴青开始资助秦始皇的统一大业 捐赠巨资,修建长城 为秦始皇邻里提供大量税银 因此取得了秦始皇的信任与支持 被奉作上宾并载入史册 在唐朝众多女性商谷中 颇有传奇色彩的一位 便是人称矿王的洛阳女商人高五娘 高五娘在第一任丈夫病逝几年后 她和第二任丈夫李仙回到河南一阳老家 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很多天然金沙 俩人开始冶炼金沙,制作金块 凭借着精湛的冶炼技术 依托洛阳的便利 高五娘很快成为河南巨富 致富后的高五娘 多次捐赠贫民 赡养先父父母 还掏腰包修路 治理河流 其事迹被上奏给唐玄宗 获封一品告命夫人 高五娘还做茶叶生意 组建商团将茶叶卖到东西两斤 她的茶叶团队里有后来成为茶盛的陆宇